陈慧敏谈刘嘉玲被绑细节,道出梁朝伟膝下无子实情 90年代的娱乐圈是最乱的时代,也是最好的时代,但逢乱世才能造就英雄,所以才有了成龙、梁朝伟、周润发等人的诞生,可对比这些影帝,女明星却没有那么幸运,包括刘嘉玲、蓝协英、关芝林、朱音都深受其害 古惑仔就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证明 如果你想在那个时代创出一片天,或多或少都会和社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陈慧敏作为和李小龙地位平齐的大佬,首次在综艺中谈到了那段黑色岁月,讲述了刘嘉玲曾经遭遇不幸的被绑细节 那年刘嘉玲和友人相约游玩,却被几个小混混盯上,因此消失了三个小时 陈慧敏称确实有对刘嘉玲语言攻击,没有别的,只是单纯的脱了衣服拍了照片,自己要回的照片还给了梁朝伟 除此之外,陈慧敏表示梁朝伟特别心疼刘嘉玲,因为嘉玲做事马虎,梁朝伟并不愿意和他生孩子,不然重担太大了,要照顾两个人,这样西夏五子过二人世界也不错 对于陈慧敏的讲述,网友并不买账 许多网友表示事情不是如此,甚至有在香港娱乐圈的三线模特称,当年确实发生了那些事情,可起因不是基于刘嘉玲的美色 刘嘉玲和向华强产生感情,同住酒店,事后向华强拿出支票让他填写,他误把向华强当作了金规矩,填了很大的数字,为了教训他才有的这样的故事 这和陈慧敏的说法完全产生了矛盾,对此陈慧敏只是表示大家都是正当商人,虽然确实有些乱,但没有到那种地步,后来传出来的视频也是有人扎脏陷害的 真相究竟如何还确实不好说,对此你怎么看?究竟是不愿意生孩子呢?还是生不出?又或者都在帮娱乐圈掩盖这个丑闻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